哈囉大家好我是Lisa 我們今天要來做檸檬伯爵棒蛋糕 準備的材料爐上 材料細節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拿一顆檸檬把皮刨入碗中 把糖加入碗中並且用手搓出檸檬香氣 將室溫軟化好的奶油放入碗中 用手持攪拌器攪打至奶油膨鬆且魚糖混合均勻 加鹽然後攪拌均勻 將兩顆蛋打散 分次將蛋液加入奶油攪拌至蛋液完全被吸收 炸彩雞的部分 鮮雞的部分 鮮雞的部分 9個蛋液 加鹽 三個蛋液 加鹽 一顆蛋液 加鹽 看鹽 接着加入柠檬汁并且搅拌均匀 加入伯爵茶叶并且搅拌均匀 加入过晒后的低筋面粉并且混合均匀 加入泡打粉并且混合均匀 将混合好的面糊放入模具中 面糊铺平后用刀在表面画一条线 放入以娱乐烤箱180度C烤40分钟 蛋糕出炉后等放凉 这时候可以来准备柠檬糖浆混合柠檬汁与糖粉 趁蛋糕还有余温把蛋糕涂上柠檬糖浆 等蛋糕完全冷却之后就可以包起来隔天会比较好吃 你也可以刨一些绿色柠檬皮当装饰可以省略 这样子柠檬伯爵棒蛋糕就可以享用啰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